说等于做了你很多工作之后才同意来 是啊 在家里唠叨了好几天 唠叨了几天 感觉我不来的话 还会继续唠叨下去 这么多年了吧 反正也麻木了 今天的生活让他这么一打断的话 很难受 你一想就干脆还是过来呗 看看到底是谁错了 那必是我的错啊 这么多年你也不帮我做家务 也不理解我 甚至还搞个小拳 孩子徐凡岁 搞得家不像个家 像住在酒店一样 把我做服务员搞 你每天住了 吃饭就是 看虚 反正呢 每次说话呢 都跟他说不清楚 都是这种语调 说起来也没什么意思了 希望今天他们能说出点意思来 来 掌声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胡先生45岁 来自湖南 业务员 女嘉宾陈女士44岁 同样来自湖南 酒店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哈 话说不清是吧 是的 今天咱慢慢说 好 这个小片里面 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啊 说你搞了一个小书房 干嘛睡在书房 干嘛睡在书房呢 这种状态有多久呢 这个状态大概有三四年了吧 干嘛呢 因为是这样的 我跟他吧 就是谈不来 文化上面的差异比较大 什么叫文化上的差异我不懂 我是大学生 他是那个初中 所以说有时候我跟他在沟通的时候啊 差异性比较大 打个比方吧 我有时候想就经常性地在家里面 要他看看书啊 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啊 他拿书一扔 他看电视剧去了 再说呢 他情商啊 我那的浪漫程度可能不太够吧 你还有浪漫程度吧 对 因为在结婚五年 纪念日的时候 我就想买个戒指给他 让他来个惊喜 但是没想到 把那个戒指买回去以后 他居然说我不该发这个钱 买这个东西 你是不应该发这个钱 我们是过日子的人 对对对 他天天躲在书房 你没意见啊 你不去骚扰他吧 给弄出来 有意见啊 那你做了什么举措了 反正就 他做得非常的 让人觉得很伤心 他干嘛了 把你去烧了 书不敢烧 那还行 因为我待在书房里面呢 有几件事情必须得做 第一呢 就看看书 第二呢 平时因为我们长期 在外面跑业务的话呢 就有很多那样的资料啊 需要回家进行整理 第三一个呢 我在那个书房里面呢 还养了一些花花草草的 有一天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啊 把我那几棚花 全部给我扔掉了 你的几棚花本身是 起了个忙以后 长了个城了 搞到家里战死了 你知道我出来看书啊 做做作业的话 我就自己文化 还是比较喜欢的 你可以把它扔了 你不是刻意伤我的心吗 你要是我扔了 就是扔的了 所以说那个主持人 你看啊 在这一方面 他不太理解我 是吧 这个文化上的差异 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是吧 你不能说文化上的差异 然后你打住啊 当时谁追的谁 我追他 那会儿怎么没有文化差异呢 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人的智商是最低的嘛 没去想这个东西 这是其一嘛 其二的话呢 他那时候确实还比较冷干 他有时候弄点好饭好菜 可以吃一下 就这么稀里糊涂呗 行 这话他也说得出来 你知道 就是反正现在我不喜欢了 不爱了 我就可以说文化有差异 对吧 你这不厚道 你这不厚道 确实在这一块也是的 你说除了这个小事情以外 在教育方面的话 他跟我在这个思路方面 也不一样 说说你的思路 我们叫小孩 是个女孩子 成绩不是很好 现在已经进高中了 我就想呢 你现在进高中了 将来想要读一个双一流 是不是啊 你得想点办法了 所以我就想呢 你去搞一个体育生 学学武术 老师 我的观念来说 我不站着女孩子 学学武术 一个也很辛苦 女孩自己喜不喜欢 这是重点 你们俩别争 女儿也说不算喜欢 但是现在女儿呢 她觉得在我的疏导之下吧 她一想可能还想得开 学没学啊 学了啊 学了不就行了吗 你还说什么呀 不是 学的话在今年这个中考以后 我就想办法 就找了一个 博兰省比较有名的 那个武术大师 学太极的 我就拜了个师 加了五万块钱的学费 准备就三年的时间嘛 拿一个国家二级运动员 国家一级运动员 去个北体 五体啊 三体啊 都可以的 哪知道她居然 把那个钱给要回来了 还跑在这个地方 跟人家大吵一架 弄得我现在这个小孩子 现在走这条路没办法 你还说这个事 本身我一开始 我就不赞成 你还偷着地背着我去教 再加上 要是女孩子 我还是那样反对 女孩子年纪也大了 我现在根本上 搞我女儿不赢 这是你的教育模式 有问题了 你搞赢她干什么 现在是叛逆期 她说什么 是什么呗 送着来呗 你老是捋着个盗毛 四面楚歌 然后她 丈夫 丈夫 小书房 闺女 闺女 叛逆期 她把那个钱要回来以后 她去跟女儿 包括那个什么舞蹈吧 最后女孩 女儿不愿意去 便得那个钱也废掉了 你说这是干啥事吧 行 除了这样 这个女人还有什么 让你不满意啊 是这样的 她老家是乡下的 经常性的呢 有那个乡下的亲戚 到常常来找工作了 怎么的 你说你来两三天 也就无所谓了 你一说这个话 我就真来去 咋了 因为我们家 我本身是人称里面的 我想像老师有亲戚 他老师也看不起人的味道 那你这个不好 不是的 他主要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呢 他就老来 一住的时间又很长 就论论我有时候 晚上的工作 都没办法把他做完 就影响了你的工作呗 特别还有一个 最近就出了什么事啊 他那个亲戚啊 到我们家里来了 正好碰到我老爷子 就是我的父亲啊 他生病了 需要住院啊 做个小手术的 我当时就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有时间去 医院里看一下 或者是更有 时间更多的话陪一下 老子呢 等老爷子 他居完院回去啊 人都没见一次 当时说这个事 正好过家里 我那个堂美美夫来了 他正好是居在家里 然后当时他打电话的时候 我也没 他也可能没说得很清楚 我也没听得清楚 那你在干嘛 我去了 你在陪 你希望他去看一下 对 他一直就没去 后来我还是去了 然后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啊 我就我就清楚了 结果我一去 两个没有给我一点好脸色 他肯定没什么好脸色啊 心里心里很不虚 因为这个事情以前吧 我们就是五个人住在一起的 和我父母亲住在一起的 他就想什么要独立了 要自由空间了 他就说刚才我们买个二手房 所以就买了现在这个小居室的三十一厅 帮出来了 是吧 你现在一帮出来 你这边又生病了 你又不去看他 那老人家肯定有前缘后期 就积在这一块了嘛 反正听你说这一套东西 就是你现在心里 对你老婆一万个不满意呗 现在没感觉了吧 可能也忙不了吧 我问问你啊 你们家谁管钱啊 他管他的我管我的 从结婚起就是这样吗 结婚起就这样啊 反正我每个月就给生活费 给他管理嘛 现在是每个月给三千 剩下的钱呢 看来手里还有不少钱啊 怎么说呢 我现在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吧 做的还行 但是如果说长期以往下去的话了 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发展了 所以我最近就弄了一点计划 打算自己呢 在我们这个涂料行业啊 自己开个店 自己接接小工程的话 我也想了一年的话呢 可能点上班呢 可能会多一点 准备自己创业 准备自己创业 计划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这段时间 他一直跟我们闹嘛闹嘛 然后呢 找一段时间 不知道发了什么颠的话 他就跑到我书房里面 东蹈鼓 西蹈鼓 就把我那个工作计划 日记本啊 包括我的银行卡 全都都蹈鼓出来了 他蹈鼓出来以后 他把我那个什么 那个计划书啊 就把它扔了 我做了个计划 做了很长的时间了 这个东西我可能还好一点 关键是他把我那个 准备启动的三十万块钱 也给取走了 你还说这个事 因为他跟这条 我平息就一分准备看过 每个月这三千块钱 反正没有多给过 所以实话 因为这么长时间 老是他一回来 就在许法里面嘛 也不理我 自己感觉还是很委屈 所以实话 我就跑到他许法里面 查到他一些东西吧 然后就 绝对就是那个银行卡 居然那个卡上面三十万 你居然还能猜出 他银行卡的密码啊 这个我掏就掏得去 生活了这么多年 猜也猜得出来是吧 对对对 当时一看他 他居然有三十万的四方钱 那也不是四方钱吧 毕竟我是打算 拿出来创业的吧 你是为了这个家的 你再怎么样 我从来不知道 都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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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保证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孩子吗 我一点不夸张地说 怎么可以如此对待我的妈妈 您让她守活寡呀 然后您口口声声说 拿三十万投资是为了这个家 请问您留了三十万的钱 每个月只给家里面三千块钱的生活费 这叫为了家吗 您自己图着自己的奋斗的目标 有自己的小算盘 有自己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您可曾想过这个家当中 其他两个人呢 既然是这样的一段婚姻 既然您如此嫌弃她 看不上她 为什么不放了她 因为您还要贪图享受 这样舒服的日子 有人给我洗衣服做饭呢 我不能丢失了这一样东西啊 否则的话 我的世外桃源 我怎么能够清静地去享受呢 我还要想着我吃什么穿什么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夫俗子 没有人谁比谁高尚 谁比谁伟大 谁比谁有知识有文化 只是在那个时间那个背景下 在她这个成长环境下 她没有能力读到那个大学 如果她真的读到大学的那个文凭 懂得那么多东西 今天就调换一个方式了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瞧不起任何人 每一个人的付出 都是有道理的 我不是平白无故地付出 我忍受这么多年 你对我不闻不问 冷暴力 我还这样伺候你 是因为基于 我对这个家庭有责任 我对你的爱 但是换来的是什么 所以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和方向去看的话 我并不觉得您是一个有文化 有知识 有素养的男人 您学到的知识 熟知的历史 您想要投资的项目 懂得那么多大道理 都是鬼话 白学了 想想女儿吧 未来女儿要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 想想未来女儿真的 体会到妈妈过这样的日子的时候 那种的心酸 想到爸爸这样对自己的妈妈 她该有多恨你呢 谢谢 好 谢谢上达老师 来 陀老师 其实生活面目的本来就不是风华雪月 我们都是平凡世界的凡夫俗子 我们吃着凡夫俗子的饭 穿着凡夫俗子的衣 谈着凡夫俗子的情感 挣着凡夫俗子的同伴 那些风华雪月只是生活当中的点缀 并不能成为全部 我们见过有很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人 做着卑鄙的事 也见过很多文化程度低的人 有着大的情怀 这并无关联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尊重 如果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 不懂尊重 那文化程度没什么用 但如果是一个文化程度低的人 很懂得敬畏知识 其实这个人往往形象会变得高大起 如果彼此之间都有那种 对于对方的生活当中品位的尊重 两个人就可以好好相处 但事实上 在你们俩的交流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们对于对方的 所谓审美和品位是不尊重的 比如说你 你不尊重他的生活方式 读书养花 你把人家给扔了 这就是一种不尊重 而你对于他 那就更别说了 你有四个字特别伤人 当主持人问你说 当初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的时候 你居然说稀里糊涂 这四个字 说明你内心 在当初跟他结婚的时候 是开玩笑 你不能说原来跟你父母在一起的时候 他照顾你父母 在那个时候 他作为一个朴素的劳动者 契合你的婚姻需求 而到现在 你就对他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 这不太可能 他的文化程度在哪 同时他对于世界观的审美早已筑成 你应该学会的是 当然前提是 如果你还要跟他过下去 就请你不要那么清高 而你也不要对他的生活方式 有那么的亲密 对知识还是有敬畏的 比如说他平时让你看看书 你即便不愿意看 你可以选择一些粗浅的一些杂志 来看一看 因为既然也想要过在一起 就要弥补中间的这些差距 而你对于他的劳动 也没什么好看不起的 没有他 你根本不可能说 你现在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能够生活得这么安稳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一定要记住 我们不以我们自己缺少知识 而觉得羞愧 但一定要对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 有一种尊敬 同时我们也不因为 自己文化程度高 我们就鄙视那些 没有什么文化的人 因为生活面目的本来 不是文化起作用 是一个人的品德和修养起作用 好吗 就这样 谢谢 谢谢老师 你闺女生饭你吃吗 从小到到都是我吃 你老爸的生饭你吃吗 不知道 再问 闺女不知道的事 你给她讲的时候烦吗 有时候烦 怎么解决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不断地重复 重复 对吧 对 因为觉得那是自己的闺女 没办法 烦也得来 我们俩说这段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闺女老爸都比老婆这样 你看 这是她的理解 其实我就想探讨一下 并不是我想说什么 可是呢 我一问的时候 你一定要说一个感受 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赋予我们自己的 其实原貌没那么复杂 但是有一点你做得特别不好 就这三 四年的冷暴力太伤人了 因为那三 四年对你们俩来说 心理博弈太大了 对吧 你也特别苦 其实你也特别苦 是的 我一直在想 如果她的老夫妻和老母亲在的时候 就你们不搬出来 不会这样 是的 为什么 是的 家里面有镇山石呢 你敢吗 你老爸老妈在的时候 你说我搬那小书房间 你爸不歇了 你的腿怎么回事 得跟你聊聊吧 生活里面的故事就是这样 闺女也快大了 对吧 对 彼此双方为这个家庭 其实都在付出 我觉得你也不会否认 她对这个家的付出 但是这三 四年 你确实做得有点过分 你得承认吧 那就最简单的一个目标 遵从内心 这三 四年的坎 我们能不能过去 如果能过得去 你们重新找找那种生活的忙碌感 有些电视拍得也不错的 也不要老觉得看电视就不好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节目里老师说的 就挺有知识的吧 那也 对吧 你也得相信电视也好 对不对 看看也好 是的 是的 我就是看你们这个节目 所以其实特别简单 十六年了 到了这个岁数了 人生也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 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我想跟你过 我就跟你过 我不想跟你过 我就不过了 你别说我一边烦着你 我一边又享受着你的那个 那随着这个岁月的增长 真的有一天女儿去读书了 屋子里就你们两个人的时候 那可怎么过呀 更煎熬吧 所以其实本着对婚姻负责任的态度 做一个选择 那更负责任 但是有一点 你要过 你搬回去 以后别老动人家的东西 好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年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加纳老师问你的问题你没回答呢 你闺女别来嫁给什么样的人 只要她开心的就行吧 那哥们也撂她三年不搭理她行吗 那她不开心就不行了 那就不行了 行吧 来 有请我们的 各位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 请见证 抱抱 真的是 其实你有的时候学学 你老婆其实人挺好的 人特直白 想要抱人就要抱一下 你自己在那儿虚尾巴拉的你说 来来来 好好过日子 谢谢你们 来来来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来 希望她们能幸福吧